好啦 繼續是政大消息 來看國庸市長韓國如 說他車去給鄭鑽鄉關重器 他們就一直討論 到目前為止 跟市長跟國庸市府 也沒拿出到國所 這個國民黨的市議員田蕊娜說 確實有聽說這個事情 說對重器是幾天 打整個嚴重鍋的時候看到的 國庸市警察局已經調來兩幾的車底檢視器 他隨時來順看市長的車的車 是不是有去幫助東西 跟市長載氣沾對這個事情 不願意再說囉 聽說這件事 在保養廠裡面發現了 在引擎蓋的這個內部 有放追蹤器 然後這個追蹤器 目前就是也先被拍下來 是在什麼位置上 長什麼樣子都有做下紀錄 上來觀光協調拍兄弟 他說自己說沒有車 車載不正常的緊張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我跟我的司機有發現說 的確是有跟車這件事情 跟我的話應該跟不出 所以來 所以過一陣子又沒有跟 有這個慰安 同樣的市警局也被對問 不敢說 趕快調來兩輛 車底減逝給市長綏好 當放追蹤器的話 可能就是在車體的後方 像這樣 歡迎光駕出在車的地方 心想什麼東西 馬上就能知道 看他台北彈出來 主角都領不上一步的動作 但是被禁了就有相關單位 就是被賣就要集結的費用